现在我的任何一毛收入 我的利息 我的房租 我的财产转移 我连在地上转 捡到一毛钱都要缴税 我今天如果拿了50万 到了银行 我讲不出 我这个钱从哪来的 我这个钱是过去卖废料的 可是这个卖废料 我没有缴税 银行不敢收 对 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刚好在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我们知道 对中国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三中全会 本来要定未来的五年计划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五年计划 它现在只有一个重点 我要怎么样的抽税 我要怎么样的拔毛 拔额毛 因为中国的经济 真的已经太糟糕了 中国的三中全会 是每五年要举办 一次的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 大家都会说 未来五年跟着党走就对了 可是现在要看中国政策 看这个完全会吓死台商 台商说以后就是大追税时代 因为以前都看 中央会担步什么新的政策 结果这次要讨论是什么 要来税改 要收税 要扩大征收范围 消费事业要下放给地方 为什么 所以以前是 我的三中全会 我是2025 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 我都要去启动 我有一个AI的世界 我要启动 怎么样去争霸这个世界 可是这次没有 这次我查的是 我要去查税改 我要查人口问题 然后查这个税改恐怖的事 这一段不是倒查30年 是每个人 你每一笔钱 你都要交代清楚 对 现在查税会查到 每一毛每一毛在哪里 都要拔得到 所以这次要怎么样 在这一场三中全会之前 他已经先把缴税的APP给更新了 这让全国中国人民 缴税APP 过去只有劳务所得 这些工资所得 要缴税要报税 现在新增加什么 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 财产租赁 财产转让 还有偶然所得 这个偶然所得 就是你重乐透 重大乐透 路上捡到钱 你都要申报 然后你炒股票 有股息 有红利 你也要申报 你房子租了转让 都要缴税 以前都没有 以前只有这四项 就是劳务所得 所以以前我只有 我的工资当然要缴税 我的劳务要缴税 我的稿酬特许使用费 现在我的任何一毛收入 我的利息 我的房租 我的财产转移 我连在地上转 捡到一毛钱都要缴税 他就把这个项目也列进来 以后我查到你的钱 你要好好的缴 接下来还要扩大什么 扩大消费线 所以就是你有钱花钱的人 你就要缴税给地方政府 所以搞了半天 为什么前一阵子茅台会大跌 因为你现在要茅台 搞不好就是奢侈税 你要卖茅台 你不但你买的茅台本身的价钱 你还要付一笔 非常高额的税金 就是地方财政完全崩溃之后 找谁来开刀 找这些有钱消费的人开刀 所以你跑到餐厅去开茅台 自己卖茅台要缴税之外 你开茅台消费 还要缴一笔税 这叫高档奢侈的消费税 两边都要缴税 而且缴税给地方 解决你刚才说的 地方以前可以卖土地赚钱 现在没钱了 没钱之后扩大税基税 这叫五年的抽税 大查税时代要来临了 更可怕的是像B&W 这些也叫奢侈品 宝马税 宝马现在不敢再玩杀价战 为什么 一样跟茅台一样惨 茅台就股价一路往下掉 因为中国都知道 消费税一站克征 所以现在买车也要缴税 对 因为这是奢侈品 地方政府一旦查几税来 查得非常凶 所以我这里来讲一个故事 最近有个台商跑去找会计师说 我有50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 请你帮我关缩一下 50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 要关缩 那很合理啊 为什么还要关缩 你要存钱给银行 对 我的意思说 我今天有钱 我有钱存在银行 这也不行 银行很清楚 请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来的 这钱是不是你捡的 你是卖废料吗 以前你卖废料 没有缴税啊 这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请你给我完税的证明 偶然所得 还是你的什么所得来的 每一毛查得清清楚楚 你抱着50万现金 到银行 你现在要找会计师来关缩 或者你乖乖地缴出你的 钱怎么来的 缴税证明 所以这会计师很可怕 现在中国 所以你意思说 我今天如果拿了50万 到了银行 拿到银行 我说 我讲不出 我这个钱从哪来的 第二个就是 我如果讲 我这个钱是过去卖废料的 可是这个卖废料 我没有缴税 银行不敢收 这就是倒查30年 怎么查 因为你不可能 每个人都查 可是你有钱存钱的时候 我就开始查 谁叫你有钱 拿到银行来存 所以快智息本来要关收 可是他就告诉这个老板说 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 查税APP软体 不是更新吗 有偶然所得吗 他可以跟海关联网 跟路出去管理员局联网 你带2万块人民币 可以入境 如果你带3万去存钱 那多出1万 对不起 这叫没收 因为你没有申报 所以银行跟税务局 连线之后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台商 把50万存进去 税务局马上会找出他 你有没有缴过个人所得税 所以每一根毛 我都要拔得到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 刚刚讲到 你不但到处有人脸便是 你到处不带 都有证件 你现在每一笔钱 都要交代清楚 所以他就跟台商道歉说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关收 因为你卖废料 就老老实的缴税 因为中国以后 没有资金流动的自由 这是主流趋势 因为所有东西 都连线了 大查税时代来临了 所以台商会计师来举例 急领发什么事吗 急领发什么事 你要存2万 你要领2万 请你拿身份证 到派出所去备案 你才可以把钱 派出所同意 你才可以领出钱来 我要领钱去 还要备案 对 他跟他母亲要领钱 要转入这个银行 期待他的银行卡 到身份证件 到吉林市的吉林银行 长春的吉林银行领钱 你要去派出所报案 为什么 你要搅带清楚 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我本来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假的 结果吉林银行 还真的有回应 吉林银行讲说 你为什么取款 需要派出所同意 他说 我是要防范电信诈骗 当然这个也是防范电信诈骗 可是他同时也在这一次大查税 三中权位 你应该讲 我要扩大税机 所以深圳一样 深圳的银行 建设银行 这些这么高所得的地方 一样也要告诉你说 你要零五万 请提早预约 甚至要得到同意书 以后 如果都连线之后 他叫什么样 每一根毛 我都要拔到 所以中国现在不是 大政策大建设 而是大查税 所有的税 都要查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所以钱是这么少 过去我们曾经听过 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 是贼来如书 兵来如壁 官来如剃 他意思什么 我这种里面 如果是纸匪 我是拿梳子刮一刮 刮多少算多少 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兵来 兵来就是书子更小的 壁是更细的 刮得更多 他说如果官来 官来根本没有 我把你毛髮全部剃光 官来如剃 我现在看到这个 三中权会的内容 我终于知道 中国古书会怎么讲 官来如剃了 所以AI 那个会计师怎么说 你以后小心 AI时代来了 没有一毛钱都逃得掉 所有的都会连线 以后像我带钱 都带1万块 你就会被没收 因为你总要在中国 你要生存的话 一定要把它传在 电子支付交易 所以台商为什么 50万一定要存到银行 他不得不存进去 不然你怎么过生活 你什么时候都是电子支付 可是一让电子支付之后 你有没有海关申报 你有没有税务缴局 你陆出郡官 你有没有申报 你都没申报 那你就糟糕了 要么你就没收 要么就缴纵税 基本上就是宝杰 中国之前 他非常郑重的宣布 在7月1号的时候 他的国安执行法 即将上落 他在上落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如果要进到了中国 他对你开始 有怀疑的时候 他可以叫你 把手机交出来 他会验证 你所有的资料 我们台湾的政府 也马上把中国 香港跟澳门 列为一个 陈涉警戒的一个区域 当时很多台湾人讲 有这么严重吗 你根本就是在 破坏两岸的关系 但现在看起来 如果你真的要到中国 现在你真的要跟中国 打交道 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今天我们要到台湾 最惊讶的是 我们澎湖籍的一个渔船 到了金门附近 这个我们讲的 渔业鼠已经讲了 这个是一个过去 我们传统的渔船 这个过去 我们都在这边打捞 没有想到 中国说翻脸就翻脸 中国说这里 禁止捕鱼就禁止捕鱼 他说抓人就抓人 完全不给你任何 讨价还价讨人的空间 那只有这样吗 没有 现在也有的看到 日本媒体的报道 你现在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 他真的觉得你有问题 他看你不顺眼的时候 真的叫你把手机给交出来 而且他真的去验证 你手机里面所有的内容 我刚讲 这个在全世界 都不可能相信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竟然在中国 在香港 在澳门 它竟然发生了 而且我们看到 香港 过去虽然它不是一个 民主的国家 可是它是全世界 最开放 最自由的一个地方 可是现在 大家都认为 香港已经变成了 一个举报之多 你可以想象 中国香港的双城巴士上面 建议其报 他居然要求香港人 或这边所有的人 你如果看到可疑分子 就像我们小时候 听到匪谍就在你身边 要检举匪谍 人人有责 这种的状况 竟然在香港发生 一个全世界最自由 最开放的地方 竟然要人人来抓匪谍 这是你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现在全世界真的离中国 越来越远了 你看到现在连Kindle 都要离开中国 你现在看到很多 全世界的大企业 也要一个一个的离开 你现在感觉到 中国现在锁国 现在中国锁国是 现在中国离世界 越来越远 而世界也要慢慢 离中国而去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比较大方 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州松敬 大家好 好 这两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澎湖街的渔船 到了一个过去 我们认为在金门附近 本来认为说 这是一个我们补 这个所谓小卷的一个地方 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以后 你跟我讲说 原来7月1号以后 中国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开始锁人了 开始大追捕了 中国开始刚刚讲的 他开始不顺眼就抓人 对 没错 从7月1号开始来说 你去中国香港 或是澳门这些地方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 所谓大抓捕时代 大抓捕 因为他们的国安自行法 这个实施之后 我可以随时拘捕你 我可以随时看你的手机 我可以随时认为你有嫌疑的话 我都可以把你滞留的一个状况 不是 我当时本来看到 这条新闻的时候 有可能吗 就今天日本的媒体讲 真的有日本人跑到了香港 然后看他不睡眼 这就是要把手机交出来 那真的去查着手机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的澎湖的渔船被抓 那你觉得会不会意外 不意外 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大抓捕 你只要稍微越界 这样 我不用客气 我就直接把你抓起来 没讨论的空间 譬如说你现在去 这个中国任何地方来说 你看 手机 你看 他就说 这个国安执行法公布之后 你看 他现在机场里面 已经有这一个了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内 爆孔音频 视频 图片 请出示手机予以配合 谢谢 配合 所以你就要这样子 公安机关可以任何查 所以说 这个是进到中国海关 就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板子 这么大的板子 去告诉你说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里面的 视频跟图片 请你配合 对 又有爆孔这些行为的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状况 那随他的定义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认为你有嫌疑 他就直接看 他们也不用客气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谁敢去啊 当然啊 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去嘛 另外一个 香港也是一样 从香港就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日本记者 这个原本要报导 这个香港回归 27周年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他去了之后发现 香港跟他过去想的 完全不一样 对 保险那 香港现在到处都看到 这四个字叫 简疑即爆 简单的说 就是小心匪谍 在你身边 那是感觉 整个香港到处都贴满了 这个字眼 我们小时候叫做 检局匪谍 人人有责 对 现在在香港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从香港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最高赏金 是高达1650万日币 然后香港居民 已经举报28000次 香港的市民了 举报28000次了 对 顺座招 事实上 现在香港已经有点 陷入一种恐怖的这个氛围 还有你入境中国的时候 你可能手机什么 隐私都要被看光 都不用讲 那我就说 中国进入大抓捕时代之后 只会把世界推得越来越远 只会进入一个 更加锁国的这个局面 我们刚才讲 就有一个台湾的旅客 他过去是寄质 他已经离开的位置 他到了中国去 他说 我现在要求你看手机 他说没办法 我怎么可以让你看手机 他就被罚钱了 这个故事真的有点离奇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6月26号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X先生 他去香港这个地方 然后他在尖沙嘴 他在咖啡店外面 他在咖啡店外面抽烟 抽烟抽烟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宴席了 宴席了之后 就没想到 过了几分钟之后 有两名这个 这个自称是 香港环保局的人员 就跟他讲 而且开头就直接讲 比如说刘宝洁 就直接叫出那边 刘先生 他吓了一跳 他虽然下来 然后他就说 你跟我到外面去聊聊 然后这个环保局 你就跟他说 你乱丢烟地 说要查手机 那你不给检查的话 就要开3000块 港币的这个罚单 折二行代币是 一万两千多块 然后这个X先生当然说 没有我很确定 我没有乱丢啊 他这个有一个 这个烟灰缸 我把它弄在那里面 放在烟灰缸 这绝对不是这样 你说这个店家 外面有一个吸烟区 我在这个吸烟区 而且我抽完以后 我是放到店家 设置的烟灰缸里面的 对 放在那里就说 没有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你的这个护照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他又指着烟灰缸说 我抽的是这包烟 那你看我的烟地是这样子 这里面没有我这种烟地啊 那地板上面 应该没有类似的啊 他们还是不信 还是要看我的手机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要看你的手机啦 反正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 你没有乱丢 他还是一样就开单 开单来说 后来就上了这个警车 因为他不愿意嘛 不愿意后来就上了警车 他不是环保局吗 对 没错 那环保局的人 怎么会上警车啊 对 没错 那后来手机就让他们看 他们就决定要开这张罚单 所以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还是让开这张罚单给你 不是 这个不可思议 我6月26号我在煎沙嘴 我在咖啡店的外面抽烟 抽完烟进去以后 5到10分钟就有人进来 他居然知道我姓什么 他知道我的工作 他知道我是台湾人 对 那因为他是 从台湾离此好几个月的记者 所以可能呢 他原本就被盯上 他这个知道说 他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香港耶 他要来看看你的手机的这个状况 那他很吓 吓到一跳 结果他就请他的这个 他们相关人员 他们有朋友嘛 赶快录起来这个相关的画面 他说真的 这整个画面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 没有想到香港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中国奖的7月1号开始 中国国安部要实施两个部门的规障 反正就是国安人员可以按照他防范匪谍 防范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 我随时可以查你的电子设备 这个电子设备代表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可以随时查验 虽然中国有说不会查无关人员 更不会查普通入境人员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名记者 他就是很简单 这个无关人员 他就被查 所以这个所谓的大抓捕 或是那种恐怖的气氛 真的笼罩在 目前你要入境中国的任何地方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刚刚讲的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气氛就出现 刚刚讲的 中国进入了一个大抓捕的时代 但另外一方面 现在全世界的企业 都有一个大逃离的一个现象 刚刚讲的 现在Microsoft 他选要离开了 Amazon也要离开了 刚刚讲的 很多美日企业 包括什么 包括伊士丹百货 也要离开中国了 我姐我问你 如果你很重视你的这个 个人隐私的话 你会愿意去中国吗 当不行啊 对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 他们这种非常重视 个人隐私的 他们只有一件 一个事情 跑 对 让 让杠就对了 论好 所以事实上现在你看 Kindle Kindle原本的 这个亚马逊 他在那边也是 很努力发展的电子书 他现在就跟你说 我们现在已经 不用相关的服务了 我们即日起 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你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要管制太多 然后我相关人员 我也不敢去 中国跟你做生意 我可能会被查 而且 你可能一进去 搞不好他就看你是美国 他就给你看 他讲不是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要查 那搞不好电脑 有我的营业机密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那些公司 就不愿意去了 比如说像伊斯丹也是 伊斯丹原本来在上海 梅隆镇这个地方 是他们第一个店 就没想到 因为这个营运不好之后 他也慢慢离开 甚至连微软也是一样 微软把他这个 在中国相关研究室的 相关人员 都完全撤走 撤走去哪里 他们现在撤到全世界 反正不要留在 中国就好了一个状况 而且中国这样 这个大抓捕 连他的军方都没有放过 而且这个军方的欣喜 还在进行 最近 刚刚讲的 中国有一个梗塑 就是无人生还 包括李尚富 包括秦刚 包括魏凤和 包括火箭军的司令 李玉超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整理 你知道吗 太夸张了 是把中国的将军 是有颗星星在上面的 把中国这几年来 消失不见的将军 他们已经可以排成一个连了 对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几年的 这个抓捕到底多夸张 你看 无人生还 保久 我问你 你现在李尚富人怎么样 不知道 现在这个秦刚怎么样 不知道 对 所以他们两个都不知道 那你更不用讲 魏凤和 李玉超 目前为止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 你看 这么多人都被抓 所以最近为什么 有什么火箭军 火箭这个试车 突然射出去 然后爆炸的这个状况 然后很多状况发生 就是因为你抓捕了那么多人 造成了一个反效果 所以刚才讲到 可以一个连的将军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种多少个 中国的星星 就掉落了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 就是日本媒体去报道 因为这是香港回归的27年 27年的时候 我想去看看 就发现香港真的完全变了 你看到很多红衣的人 你看到上面 全部都是禁一旗暴 上面都是你鼓励举报的宣传 还有什么 你不是只有在公交车上面 刚刚讲的 你现在连你的海报 还有 你现在看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你再走着走着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就会一直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然后一直盯着你 宝贤 现在香港已经被染红了 为什么被染红了 你可以看到 过去香港这个 自由自都 然后这个言论自由 或者各式各样气氛很自由 可是不是 现在宝贤你看 现在香港街头出现 非常多这种红衣人 那种红衣人 他们就会在广场 然后在什么地方 宣扬说我们爱中国爱祖国 然后挥舞的这个五星旗 这样一个状况 在香港的很多重要聚会 据点都看到这么多人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 你看这个重要据点 回归的庆祝场 好那你知道 那个就是那个日本的记者 本来他去采访 香港回归27周年 可是他看到的样貌 跟他想象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过去香港来说 我们看到这双层巴士 红色的双层巴士 现在没有 现在双层电车 现在不是 现在双层电车上面来说 都变成这种 建议急爆 就是现在全部 都在这个叫你说 你要看到有嫌疑的人 赶快举报他们的一个状况 而且不是一辆车 对 是所有车都这样 每一辆车都是这样 好那除了这个你看 这是刚刚那样 广告招牌都是 到处都是广告 你看这个平面广告 平面的这个墙上面来说 建筑物的墙上面来说 全部都是建议急爆 建议急爆 你看又是建议急爆 所以就怎么讲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香港的恐怖气氛 我觉得是真的 我们很难以想象 所以刚才讲说 现在举报的人数 已经超过两万八千人了 而且这个气氛来说 真的是相当恐怖 为什么相当恐怖 保险 香港有一个民主派的 这个主席叫做陈宝英 你看他街头上演讲 对 街头上演讲 这在台湾也在 这个正常不过了 可是你要多恐怖吗 旁边有非常多人 在跟他收证 你看除了他在旁边 他在讲话的时候 旁边有这两个人 你看这个全程 就直播这样 就在录影 录影他的影 录影之后你看 这个还有便衣警察 在中间混着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人贴 这个很显然 就是警察的一部分 他也在那边 戴着一个耳麦 戴着耳麦在那边 然后甚至在车上 远端的车上 还有人在监视着他 所以他就说 他其实这几年 他只要一公开演讲的时候 全部都被监控了一个状况 而且他说 现在也不可能 有什么公开的 什么集会游行 都没办法通过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问了 一个香港的市民 他说你觉得香港 现在还有言论自由吗 他说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现在香港市民 完全都是已经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甚至连很多的 这个所谓记者 现在完全都不敢 报道出事实 所以让他事实上 现在整个香港来说的话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 倒退到红色的 这个恐怖的这个时代 我觉得香港的 这个状况来说 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的忧心 你刚才提到说 现在中国不但是锁国 不但是开始大桌布 不但是把一个香港 原来全世界 最自由最开放的社会 竟然现在是一个举报之都 更可怕的是 全世界都对中国 筑起了高墙 这个高墙 有实质的高墙 还有关税的高墙 也就是大家不但离中国 越来越远 而且开始 楚河汉界 敬畏分明了 但是你知道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禁畏分明了 其中的第一个发起 第一号是谁呢 开提枪的 对 这个是北韩 而且北韩不是说 只是口口声声讲 它是实体上 竹起高墙 它那时候是在COVID的时候 2019年2020年的时候 它说什么 它说要因我们疫情的关系 你说这个是中朝边界 对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这个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现在都已经有铁丝网了 我跟你讲 它在2019年的时候 在鸭绿江跟信义州这个部分 开始弄围栏 然后呢 已经有124个边界 弄成一个点 在2020年的时候 继续加码 既然在鸭绿江 这个研造建了 2307个边境的一个设备 要干什么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防人家COVID进来 什么什么成一大堆 结果现在人家的微信一早发去 你竟然从2019年到2023年 北韩因为所谓的疫情关系 建造了482公里的新围栏 不是 而且你想说 那是因为COVID COVID现在已经没了 对 那你还在啊 你还在 而且还越来越多 而且 不是 而且你不但在 刚刚讲到 你现在那些铁丝网不但还在 那些围墙还不但还在 你还增加了很多监视的哨数 是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他一样要跟中国 近畏分明嘛 代表着他没有要跟你 自己人嘛 所以这才是一个 重招的关键点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主席这个高小英刚讲的 这是实际的高墙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一个 关税的高墙 而关税的高墙 一开始反而讲是美国 美国拜登跟你讲的 你的电动车 我给你磕百分之半 你现在这个电子 你磕重罪 就搞了半天 现在美国开第一箱之后 欧盟跟进了 欧盟跟进之后 巴西跟进了 巴西跟进之后 印尼也跟进了 很多本来跟中国 非常交好的东南亚国家 现在也竟然 对中国都筑起 那个关税的高墙了 是 为什么 因为印尼其实它大概 它整个制造业里面 有6%多是靠所谓的纺织业 所以纺织业 在它的印尼里面 是养活了非常多人 结果它发现不对劲 中国这过去这一两年 竟然不断的 把它们的低价产品 低价的纺织品 全面销售到全世界 你知道我印尼以前 也是靠纺织 那个行销全世界 你现在把我原本的 国外的市场 一一蚕食侵吞之后 你现在大局 还销售到我印尼本国 所以现在印尼 自己国家里面 它现在事情大掉 它现在那个印尼的部长 他就说 不是 你现在连我自己 印尼国家里面 冲刺着你们中国 廉价的纺织品 它说导致你知道 它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1家纺织厂 已经倒闭了 面临即将倒闭的 有31家的纺织厂 所以他们现在 跟这个部长直接讲 它说美国都可以 这样子印起来 我们也要这样跟着印起来 它说这个陶瓷 跟服装的关税 要200% 它竟然要跟进美国 对中国行销到 印尼的这个部分的 陶瓷跟关税 200%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要逼 跟你逼一面 而且中国这个请销 现在感觉上 是进入到了一个死活龙 进到了一个死结 因为中国这么请销 它也是卖一件赔一件 那卖一件赔一件 你干嘛还要做 是因为我不卖 它这些货都没有价值 我不卖 我真的就没有钱了 现在看到了中国 非常可怕的是 有一条新闻 在上海 上海已经是全世界 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它没有钱到什么程度 它居然叫寺庙捐钱了 对 宝洁哥是看得真正难过 现在没想到 连我们的佛祖都被割韭菜了 现在上海 竟然有一个讯息传出来 而且是在整个中国的炸锅 它说了他们已经没有钱到 他们必须要跟他们自己 辖区内的寺庙 登现金嘛 要去周转这些香油钱啊 他说你现在看到 四安寺贡献最大 他们贡献了48亿的香油钱 给这个上海的地方政府 他们就心里想说 天哪一个金安寺 竟然有可以周转到这么多的现金 因为现在就发现说 整个中国尤其是上海 这些辖区里面的寺庙里面 总共登现金 借他们上海的一个市政府 开始就是现金 大概有100亿人民币 那现在人家就想说 你竟然连你自己本身 正常的一个办公 一个支出都没有钱 要跟这些寺庙 去抓这些香油钱 变成是我救命的钱 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麻烦 所以网易当时就有一篇文章 就是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 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们真的没钱了 后来才讲 我跟静安市 龙华市 玉佛市 东陵市 宝华市 碧云静院 盘龙安 宏福市 我要临时借款 100亿人民币的香火钱 作为短期周转 只有我刚才讲 虽然后来这篇文章下掉了 还说 陈姐说我们对不起 没错 可是没有的是 当时这篇文章 很多人在转载 大家都觉得 这是真的了 是 而且你知道宝洁哥 你刚刚你看那一个 柱状图 你会发现第一个最高的那个是哪里 上海 上海 上海是最有钱的 如果连上海最有钱的 他都必须要跟寺庙等很轻 那我问你 其他的那些地方政府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吗 所以现在其他地方政府说 哎呦 这招有用哦 那我也要开始 去跟自己辖区那边 哥久战 开始把寺庙这些香油钱 全部说 哎呀我们有难 那个真的 佛祖是不是也要救我们一命 也要开始把这只手 跟佛祖开始建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经济 跟他的房地产 可能是相关的 其实我刚才讲 以前讲说一个房子很惨 腰斩 他说现在不是腰斩 而且不是在其他地方哦 是在北京 天子脚下的北京 他说现在的北京的房价 已经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斩到膝盖了 真的是斩到膝盖 而且这个人呢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买这个小区 以前啊 在2012 我是2022 2023年 也就是那个 在COVID-19的时候买的 我那时候买啊 大概70万人民币左右 我想说天哪 我赚到 你知道为什么 在2017年 这个同样的小区 这个被争论为什么 天津半岛这个区 在2017年的时候 一套是要160万人民币 我现在COVID-19的时候 我用70万 我是不是赚到 就赚到啊 就现在发现39万 所以我想说 160万 2017年到现在 竟然40万不到 到了39万 真的是腰斩之后 就变成是膝盖斩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膝盖斩 所以那个人就PO出来 说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来当我的邻居 那我们现在陆委会 发布了所谓的 橙色警戒 你去中国 你要自己小心哦 大家想有这么紧张吗 那现在还有一个 什么惩治台图22条 也让大家非常紧张 连路透社都讲 现在很多的外商 都想把台积电源工 给离开 因为好像你把台湾人 放在中国 那是深至险地 那现在有这么严重吗 今天说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诡异的事情 这个人 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是屏东人 卢宏杰 他在中国 搞了一个非常有模有样的 成都乌木 艺术博物怪 我就看里面的这个雕刻 这个乌木 真的美轮美快 就会讲说 他现在有点想回台湾 他现在把他这个 乌木艺术品 想要拿回台湾 结果没有想到 讲着讲着 他就死亡了 死亡之后 身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的家属 要去过去看的时候 他已经被火化了 宝姐 这个台商叫卢宏杰 他过世的时候 他的这个乌木 因为我们知道乌木 事实上是非常珍贵的木头 他很多艺术的这个价值 至少可能价值 目前估算有至少 十亿台币以上 十亿台币 就没想到 因为他过世之后 宝姐你知道 简单 中国完全充功 也就被没收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画面 那个黑黑的都是乌木 是 非常的值钱 没错 你现在看到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乌木 价值十亿元 对也就是说他被 应该是说 现在有人就怀疑 他的子女就说 我们是不是被割韭菜了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宝姐因为他前几天 发生了一个意外 意外是什么 他在搬乌木的时候 这个乌木就掉下来 然后击中他 击中他之后 他就过世了 结果人家都不想相信 而且过世不说 那也没有说 验尸怎么样 马上就给他火化 火化之后反正就 我们台湾的人过去 你就只能看到 虎灰了 也没有什么 验尸报告 也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子 然后草草就结束 那结束之后 因为他过世 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中国就说 他在这个地方办的东西 我们就把他充公了 就收归国有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 之前不是传出来说 罗宫杰想要落叶归根 他想要回到台湾 他想要把他的乌木 带回台湾 怎么讲着讲着 就出事了 而且你看他出事 你就知道说 当初的这个李嘉诚 到底是多厉害 他们家大业大 都可以完全跑 我跟他讲 事实上现在台商 都有个问题 就是普遍认知到 他钱拿不出 跑不了了 跑不了 完全跑不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呢 地下汇队也给你封了 钱庄也给你封了 你现在要跑 你跟官方说我要离开 他不让你离开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 他 卢宏杰就是这样 宝杰你看他2000年的时候 他觉得说 他对乌木很有兴趣 然后接触到的时候 他在成都开了这个 乌木的这个博物馆 那乌木博物馆 他还收集非常多 所以他2011年的时候 对外开放 他还成为是 成都市科普教育的这个基地 所以显然当地也觉得说 你这个推广乌木来说 非常非常好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就觉得说 我都把东西都放在这个中国 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乌木价格 宝杰 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 乌木的价格是涨了好几倍 好几倍 不是说几成 是好几倍 所以你看他两三千多万 到现在为止 价格飞涨 其实也很难估算多少 我只是说保守估 10亿台币 这个样子 那现在就讲说 他今年过年的时候 他有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他有跟亲友表示 他说我现在想把这个东西 转回台湾 可是现在有一点点困难 他讲着讲着这个东西 他六月份就发生意外了 对 实际上这个卢宏杰 他之前前几年就有想到回来 他原本是有个儿子 但想说我就教儿子接班 就儿子接班 没想到儿子两年前过世 两年前过世之后 他就想那我就回来台湾好了 那回来台湾之后 他当时就一直跟当地的政府说 我想要把他移回到台湾 用很多方式 然后结果没想到 保险他还想过什么方式呢 他想过 我把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外租啊 譬如说到这个东南亚去 或是到台湾 有人要租我这个 这个散卵的东西 我把它弄出去 然后这样就OK了 保险 不行 完全不行 地方政府就说 没有不行 不能够这样子 因为地方政府 大概也知道他要跑 结果他就说 因为他一直没办法 把东西搬出来嘛 所以他今年年初的时候 还有回来 回来就跟亲友说 我想这个资产移回台湾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困难 都移不回来 我想破了很多方法 什么借出展览 什么都没有用 都没办法 结果没想到他回去之后 六月就突然遭医院 就是搬乌木的时候 乌木砸下他 然后就死了 死了 然后马上就被火化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最可怕的是 他这个所有的乌木 你看到所有的东西 全数充公 全数充公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 所以才会有人说嘛 这个真的 目前为止在中国 做生意真的非常危险 特别是 如果你有钱了 而且你的资产很多的时候 你恐怕 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月特 刚才讲是 现在在台商 你现在如果想跑 真的很难跑吗 你现在想把钱汇回台湾 你说现在门都没有 为什么门都没有 因为过去有一个换钱档 也就是他有一些地下汇队 中国这几天 把所有地下汇队 可能的这个洞 全部都给塞掉了 今天中国公安部 开了一场记者会 吓死一堆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中国国安部直接宣布 严格打击 所谓的换钱打 严格打击就是 严打就对了 从今天开始全部严打 那他四项的 这个目标里面呢 表面上看起来 是冲着香港澳门 尤其是澳门的赌场嘛 对 我们前几天都已经在 我们本节目里面讲过嘛 澳门的赌场 一开始能够 他的相关的这个经营能量呢 能够 但金额大过拉斯维加斯 打五倍之多 学生会被你当作 洗钱的工具嘛 那表面上看起来 是冲着澳门的 这个赌场的 这个洗钱来 但是 他的四项里面 特别提到一件 换钱当里面的地下汇队 请问一下地下汇队 又为什么会那么敏感 我有台商朋友呢 那么直接在对岸 生意做得很大 他面临到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呢 十万的这个 相关的人民币呢 还有做生意的 五十万人民币 你要汇出来 你要写报告 要经过上级 长官的批准 你钱才能汇出来啊 所以你汇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汇说怎么办 钱想要 想方设法要拿回来嘛 那之前 不是常常在机场 我们很奇怪 怎么查到一大堆的 这个人民币 有没有 带回来查到一大堆 人民币干嘛的嘛 要把钱带回来台湾 利用台湾可以 这个兑换 等于说人民币的 这个方式 那个漏洞呢 那化整为零 请人家去兑换 这个人民币嘛 那重点来了 如果没有办法 寻这些管道之后 怎么办 还有一个地下汇盾 可是你要知道 两岸地下汇盾 过去抽成抽很高耶 抽了一成耶 什么意思 一千万抽一百万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 还是源源不断 还是把钱汇进来嘛 什么叫地下汇盾 我把人民币 拿去对面的 通常是 银楼档铺这些公司嘛 我把他拿到那边了 以后呢 直接对岸 收下以后 打通电话到台湾 也是银楼档铺这些公司 直接说 这边给钱 给新台币 那就抽 他们就留下一层 只有一个例外 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钱 是那种绑架了 还是什么黑钱的话 哇 他的水涨船高啊 15% 20% 甚至有高到30%的 因为他认为说 我要负担那个风险嘛 今天 一个换钱 打击换钱党的 严打令 直接下来了以后 你敢在中国 给我经营 这个所谓的地下汇盾 跟你试试看 你被我抓到的话 人里的房子 所有的一切都全部 帮你没收啊 中共是这样 有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但是 一旦 严打令下来的时候 六亲不认 这个时候你敢给我搞这个 我就抓你嘛 对 那会变得怎么样 那变得钱出不来 那钱出不来了以后 可是我在那边抓了钱 我想回台湾啊 对 我不想丢到那个地方 我问你 你丢到那个地方 你钱都无人如报嘛 告诉各位一个事情 因为我常去日本 所以呢 名牌包 全部都抢光买光 对不对 各位 难道他们那么喜欢买 这个所谓的名牌包吗 不是吗 不是的 行啊来 真正名 真正厉害的人会告诉你 如果你买不到 这些名牌包的话 你到银座附近的 二手包店去买就好了 二手包 我不要买二手包 二手包是旧的 错 全新的 那为什么会有二手包 中国相关的人士 把这个二手包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包包名牌 买了以后 立刻去寄卖 寄卖了以后呢 他卖出的价格 通常是八成五到九成左右 也大概是相当于 我们台湾地下会 对差不多一成左右 但是我换现金 为什么 因为 你要知道 他们的银联卡跟各式卡 老公也知道啊 你会不会在国外 给我提领现金嘛 所以他有规定 提领现金的额度 但是 你会买东西 我在国外消费买东西啊 买名牌包啊 然后呢 我又没有带回来卖啊 我就直接把那边寄卖 寄卖以后的金额 就变成日币 就直接在那个地方 就洗钱洗出去了 现在台商这个处件 连路透车都报道 之前中国不是出台了 所谓的22个 针对台独的这个条例吗 他现在就是台独 你还可以判死刑 台独判死刑之后 他们讲说 那现在他们就紧张了 那这些外商 你如果台籍的员工 留在中国 你话说错了 做什么动作错了 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赶快离开 保证哥八个字 唯邦不入 人人自为 路透社讲这个报导 等于就是 跟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台办也好 或是他相关界委员在讲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会关注两岸事务 他讲说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后来他 这个国台办记者会之后 隔了一个礼拜 朱凤莲出来解释 这是针对 极少数的 顽固台独分子 谁知道你是顽固台独分子 每次都讲极少数嘛 但问题是 路透社的信息 我能告诉你讲说 我等一下跟大家拆解 你就懂为什么 这个新闻完全打理这个说法 因为它不但是极少数 而且已经多到难以想象 我先讲一点好了 会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人 比没有去的人 更了解中国大陆吧 敏感用词 出入海关 台胞镇 他比我都还懂吧 但这些人都觉得 不太妙 该跑了 再不跑 跑不掉了 他们觉得危险了 所以够危险了嘛 那路透社 他今天不是自己在那边乱写 要去抹黑中国大陆 他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有访问到那个 律师事务所讲说 有好几个跨国企业的人 去咨询了 他去问说 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让他们离开 因为很多的外商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 它里面只要有台籍员工 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数字 常讲什么百万台商 路透社里面 他其实有掌握 他讲是17万7千个 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 这个数字 那当然可能有的是 婚娶婚嫁的 去那边嫁给这个大陆 或是娶那边 或者是求学的 就不是在17.7万嘛 工作看起来 路透社掌握了17.7万 好吧 杰哥你这样整个凑起来 你就知道了 去那边工作的人 总是赚钱吧 刚刚对了哥讲的 那你赚的钱 怎么弄回台湾 你赚了半天 你如果家人还在台湾的话 对不对 第二个 前面讲那个例子 今天讲那个乌木的 看了以后你会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谁出来指控这件事吗 除了上那个新闻以外 是一个叫做 卢文新的 屏东的县衣员 那个屏东的县衣员 是他的侄女啊 他过年的时候 回到刚刚这个 这个冲哥在讲的这个 他过年的时候 说他想回来 两件事情 宝杰哥 第一个 钱回不来 第二个 他是做乌木的这些 相关的艺术品 每一个都这么大 做这么多年了 做这么多年了 他都不知道搬木头危险 然后被搬木头的 那个机器压死 他当然知道啊 第二个 他说他被木头砸死了 他被那个木头砸死 他在搬运过程中倒下来 然后整个头都压扁了 宝杰哥 那你要不要等家属来 当然要啊 他没有 三天就已经火化掉了 第二个 他直接就很快 办告别事了 那问题是 你把他先 尸体把它保存起来 你家属来厌尸 比较重要吧 第三个 我看了新闻 以后才吓一跳 现场根本没有送医啊 没有送医 你看到 现在看到这新闻报导 是现场被压死 又说 因为判定他已经 当场就死亡了 所以连送医急救 都没有嘛 所以没有送医急救 然后呢 没有这个 等家属来厌尸 三天就火化 现在是COVID-19期间吗 三天就火化 其实 大家都懂我在讲什么 你把他兵在病库里面 等检察官 等家属厌尸 这个绝对来得及嘛 那宝杰哥 他有跟他 因为他过年时候 有回来 第一个钱回不来 第二个 他想把那艺术品 带回台湾 也办不到 也不行嘛 所以你就知道 回过头来 东西也拿不回来 对 那你知道 现在目前的这个22条 他在公布之前 跟之后有什么差别 宝杰哥 我清楚告诉你 为什么我上礼拜 跟你讲 我不会去 因为这一次的22 你说连你都不敢去中国了 也不是敢不敢 因为没有必要去嘛 也没什么地方想去 但是他一定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的22个 就是惩戒台独的 这个意见表述里面 我很清楚地讲 他的用字 是对岸的用字 他国台办记者 会是陈平华讲的 推动台湾加入 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或者是对外进行 官方往来的话 也算 那我肯定算啊 我们中华民国 二几个方向国 我都去过啊 对不对 我都代表 中华民国的记者团团长啊 我们都去温戏 然后江启成也危险啊 江启成也没有在今年 带领这个 蓝绿白三个党的立法委员 跑去任内娃 要参加WHA 那WHA是否 WHA的组织 所以当你发展了 这个样态之后 虽然国台办讲说 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可是 路透社所问到的状况是 连在 大陆工作的台湾人都害怕了 那现在据说已经提出 因为这是商业机密 各个公司拿起来 他不想 他说都已经提出 那个方向给你选 你离开吧 因为 如果外商的台籍的员工跟干部 真的在大陆被抓 那为什么他们会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律师有回答 因为他们跑来问的内容很细节 他说根据这22条 那如果我的台湾籍的员工 在社群网站上面 他贴了 我们感觉无关紧要的 比如他回台湾 他可能去投票 可能后面有个民进党的党旗 可能有个中后面的国旗 会不会现在这样子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呢 我的员工如果被抓了 然后还追踪判死刑 我少一个员工 后面的保险什么 麻烦 太危险了 所以呢 这一些国际的企业 都在考虑要把在 这个中国道路工作的台籍 通通撤出 很简单 还是那八个字 就是为邦不入 人人自为 好 这一方 昨天我们也讲了 为邦不入乱邦不军 那是中国讲菲律宾的 他今天更妙了 我们今天不讲吧 两个医疗界的高管 到了菲律宾去谈事情 一下飞机有专门的车子接纵 接纵了以后就人间蒸发 那这个中间有个关键性的角色 叫做李娜 李娜是跟他们接头的人 然后现在中国媒体很妙 中国媒体现在在报道什么 李娜是台湾人 李娜现在在台湾 这两个人是台湾人设计的 对 好 我们现在讲 这个案情的内容是什么 这叫夏科福 这叫孙靖 这两个人是做医疗的一个销售 他负责去拓展东南亚的一个市场 结果在一次研讨会里面 认识了一个神秘的女子 叫做李娜 李娜后来就发了一个信给他们 就是邀请他们去菲律宾去参展 然后可以拓展这个事业 结果她把她的一些登机的资料 传出去之后呢 她就上了飞机 下了飞机之后 上了李娜的车 然后20号过去 人间蒸发了 然后家属就接到电话 一开始就要1500万人民币 后来变2500万的人民币 杀价杀到300 钱有没有给 钱给了 人却死掉了 从6月20过去到6月24找到尸体 短短几天的时间 人就死掉了 所以重点就是谁 重点就是这个李娜 这个李娜 李娜是谁 对 李娜到底是谁 她怎么有办法来找到这两个人 然后又有办法知道 他们的班机的行程 又有办法来铺个车子 然后把他给抓走 那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在过去来说 他们说 当初有一个操着福建口音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说 这个孙总来这边输了几手牌 所以需要来把这个赌债给清一清 第一个 孙静他没有在打牌 没有在赌博 那怎么会输了几手牌呢 可是重点是 现在人死了 要抓的人就是谁 抓李娜 那现在来讲 中非两国决定抓到李娜之后 就可以真相大白 但现在公布了 李娜是台湾人 真假的 李娜现在已经窝藏在台湾了 所以现在这一年暗示断点了 对 现在来讲就已经断点了 不过呢 这过去来讲 我们也常这样子了 台湾抓不到的嫌犯 在中国 对 跑去对岸 跑去中国 那现在李娜抓不到 跑去台湾了 这个就是现在两岸的真实情况 路透社特别做了一个报道 这报道是什么 现在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他们要做一个东西 他们要去询问 他们现在在中国的所有的台湾人 就是台企的员工 可以的话 全部八个一看 我心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这些人可能在中国都已经待了那么久的时间 现在因为中国发布了这个22条 真的觉得真的有生命危险吗 你说有 因为现在发生了一个活生争的例子 一个屏东人在中国已经待了30年了 他在那边弄了一个乌木的博物馆 他最近才想说把这些乌木 把这些资产移回台湾 就没想到遭遇不测 宝贤哥 唯邦不入 人人自为 路透社 AP或是国际的通讯社 我都了解了 他们要报一个新闻之前 至少都要两个以上的消息来源 通常要三个 而这个新闻呢 他说他有四个消息来源 四个消息 所以他已经问了很多人 什么内容呢 来宝贤哥 因为中国道路 他发布了这个所谓的 有没有 惩戒台独22条 里面有四个样态 然后呢 最终判死刑 那讲完之后 我们团队讨论了一个礼拜啊 对啊 结果呢 朱峰林在上礼拜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说 不要担心 都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 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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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我在不在里面 但是极少数是多少 对啊 是2300万 还是2000万 什么叫极少数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不用这边的嘴巴 那边吵一吵去 路透社这个新闻告诉我们 路透社这个新闻告诉我们 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外商 他都担心 他的台籍员工 被找去弄俏啊 对不对 他怎么讲 他里面说 因为保贞克 他是已经有这些外商公司 跑去中国大陆 找律师事务所去询问 等一下 我的公司里面有台籍员工 台籍干部 这些人 会不会有可能触犯了 这个四个样态 22条以后 然后自属于被抓 甚至判很严重的刑 那怎么办 他们现在考虑 要让那些台籍的员工 离开中国大陆 不要在中国大陆境内 不可得出问题 所以这个惩治台独 玩物分子的22条意见 他的影响有这么大 那你要知道保贞克 我们常讲百万台商在大陆 路透社这个报道说 他根据他的调查 是17.7万 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人 那大家会讲说 真的很严重吗 我看你这样讲 根本就是自己吓自己吧 来保贞克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真的还蛮严重的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可以跟你讲 为什么蛮严重 我不会把他的这个意外 或死亡全部推在 推在中国大陆上面 但我要告诉你 这是什么case 来观众们听我讲 这个人他叫卢宏杰 他是我们台湾的屏东人 他90年代就去到 中国大陆成都 然后呢 这样算算 他去了30年 而且是事业有成 还上这个YT的影片 而且大陆也是 叫我出名号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成都 弄了一个 乌木的艺术博物馆 那这个艺术博物馆 搞了这么多年 也很有规模 保贞克你看这个画面 有没有 他接受采访啊 很多人都跑去拍他啊 然后呢 他的规模真的大 这都是乌木 对 他乌木 他会雕刻 他会做出很多的造型 他花到现在 基本上他2000年 你看 这样算算 已经二十几年前 他花了3000多万的人民币 所以是破亿的新台币 去那边建盖了这个博物馆 好 那这个博物馆在当地很好 那为什么今天谈到他 因为他已经不幸过世了 他为什么不幸过世 为什么 因为他在搬乌木的过程当中 他被那个搬运的车 跟乌木给压到 他的头部头颅直接碎裂 然后就死亡了 保贞克 因为你要知道 他发生一个意外 你现在把他拿出来讲干嘛呢 观众朋友 他的家属绝对不寻常 他的家属也不是一般人 他的家属是屏东的县议员 叫卢文青 他说呢 我的这个 他是他侄女嘛 他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叫他正 他去到了那个 大陆之后呢 他有在那边结婚 还剩着小孩 可是 几年前他小孩过世了 然后老婆跟他离婚了 所以他在大陆待得不愉快 就是一个人 好 他想回来 他最珍贵的就是这些乌木 对不对 他是一个收藏家 他要花那么多心血 二三十年 花那么多钱 要回台湾 东西不用带回来吗 他想带回来 他想把这些乌木带回来 可是他今年过年的时候 回来跟秦友讲说 带不回来啊 这东西他没有办法带回来啊 然后呢 钱 钱也回不来 所以钱回不来 然后东西回不来 他就有抱怨这个事情 结果就在最近发生这个事 搬东西压到 你在那边讲什么 好 老杰哥 我现在跟大家 疑点跟大家说 因为他既然在大陆 做了那么多年的 这些乌木的艺术 搬东西对他来讲 也不会是第一次吧 对不对 大家看到有的很大的 第二个 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觉得我现在 跟大家讲 我个人看法 他在被压到以后 虽然他的头部 虽然严重的 头颅出现了伤 可是你要送医院吧 没有生命机箱叫欧卡 你也要去救他 救看看吧 没有送医院 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 是他根本没有送医院 就是出事 根本没有送医院 没有送医院 你只要送看看吧 我们台湾 即使没有生命机箱 也要送医院吧 好 那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是不是要等家属 大家去验尸以后 接任对不对 没有 家属从台湾过去 三天之内就火化了 直接办后事了 所以也就不知道 是怎么样了 所以他死亡 死亡直接的火化 然后完全没有让家属看到遗体 所以你要知道 确实说没有让家属看到遗体 已经火化了 已经烧成骨灰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 他的子女就是 屏东县医院 他觉得这个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做呢 那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指控 发生什么事 可是他的现在目前 后续 这个不确定了 后续他在大陆的资产 跟这个博物馆 是充公还是怎么样做 我们要看后续 现在没地点都被充公了 充公是其中一种 我们现在不能断言嘛 可是你要知道 很多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人们 难道他们不认识 这个卢虹杰吗 很多人不敢据名讲说 哎呦 像看起来 在二搜导发布以后 人人自为 为邦不入 我们现在目前东西带不走 钱也带不走 可是中国大陆看来越来越危险 刚好跟你讲了 路透社都告诉你 对不对 显然现在大量的台商 跟大量有台商的公司 都在询问 现在是不是有可能会出问题 法杰哥我就问你 那如果这些台商干部跟员工 他回台湾投票 因为台商要回来投票 投票的时候 他有发那个照片 不管是在IG 脸书 或者是在微博 那会不会造成 也触犯了之中哪一条 当他的变数这么大的时候 你国泰院跟大家讲 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 显然大家感觉 没有那么少数 大家都担心 他可能就是会被你惩戒 甚至最终判死刑的 那一个人 好 回忍 就像刚才讲的 唯邦不入 乱邦不居 这是昨天 中国他的新华社 只说那是菲律宾 菲律宾是一个 唯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地方 不要随便去 可是现在很多人觉得 那你去中国难道安全吗 第一个人讲 这个是台湾人 这个台湾如鸿鸡 我们当然是 他发生这些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冤枉 当然希望他这个早日 还他一个公道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 刚才讲的 现在都在采一个人 这个是过去 去年是过世的 他才讲 脚扭伤 脚扭伤送医院的时候 就昏迷 就死亡了 死亡也就算了 他的器官都没了 是 其实类似的状况 这一两年 在中国 真的是越来越常发生 你现在看这男生 他才24岁 而且他 很壮耶 对 而且他是体育高手 然后他其实家庭环境 蛮辛苦的 他爸爸妈妈 总共生了三个小孩 他是老大就儿子 结果呢 他的爸爸 身体之前有受到伤 他妈妈更是因为癌症离开 所以他家里 欠了几十万元 但很认真 奋发念书 所以他现在是武汉的 一个大学 里面的一个研究生 本来大好的前途 在他前面 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也不过是打了一场篮球 结果呢 脚扭伤 脚扭伤后去看医生 医生说你真的很严重 脚扭伤很严重 然后他讲说什么 你有严重骨折 你膝盖骨折 怎样怎样怎样 他说你要来住在医院里面 他说我没有钱 我负担不起 他说那你可以不用来住医院 可是你要常常来医院 后来他就讲到医生说 好那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要换一个 那个膝关节的一个支架 你要装一个支架 他就说那多少钱 他说一千块人民币 他说一千块人民币 我也没办法 最后他竟然自己在 那个就网路上 买了一个一百块人民币的 一百多块人民币的一个支架 不知道怎么装的 他自己觉得说 我这样好像可以 我休息几天就好 就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竟然昏迷了 他竟然因为这样昏迷了 在一个三月份的时候 他就昏迷 脚扭伤然后昏迷 打篮球脚扭伤昏迷 对 昏迷的原因他是说 因为他那个脚扭伤之处 支架那个地方 开始有血栓塞 血栓塞就流成的血液 就开始这样子 到你全身中 结果就撤掉了 然后就昏迷了 结果经过两个月之后 他竟然肺栓塞 人就没有了 你相信这样的故事吗 但是你知道最后 他竟然说什么 他说这个年轻人 在他即将知道 自己不久人事之后 他竟然做了器官捐赠 他签了这个同意书 他决定把他的心肝肾 跟眼角膜 全部都留下来 造福四个人 我们刚刚讲的故事 三月就开始先入昏迷 五月份飞酸三人走了 请问你 他什么时间点 可以签下器官捐赠的 他清醒了 然后觉得 如果国家做一点事 就把自己的心肝肾 跟眼角膜给捐出来了 是 而且再强调一次 他是他家唯一的儿子 结果这个故事 后来就说他爸爸 对于他的非常高量的情操 也接受他的决定 你相信这个鬼故事吗 结果后来人家讲说 这类似的鬼故事 而且一样又是武汉 他事实上又是在武汉 这边念书的 虽然讲说最近这几年 武汉常常发生 这样类似奇怪的故事 然后呢 现在就有人在怀疑 大家都变成 大家都柯南 为什么他三月份昏迷 五月份人就肺酸塞走了 因为要进行器官的配对 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 就有人在找配对 配对走了 然后就把你把管 然后人就走 反正这类似的 现在在中国很可怕 当然人人自为 我们之前六月 不是才讲一个 童敬医院的吗 童敬医院那个几岁 28岁 所以你知道 这类似的都是很年轻的 他现在很可怕 一件事情就是说 2024年6月30号 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 发生太多 有一个40岁的一个男生 他也是因为一些 其他身体的问题 就住院医院 他老婆每天都冲进那个ICU 每天都跟他老公交代说 你不要给我签任何的鬼东西 怎么样 怎么样都不可以 跟我签任何鬼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过是一个 其他毛病 没有怎么样治疗六天 在那个ICU治疗六天之后 医生竟然叫他的家人说 我跟你说 虽然他现在情况稳定 但是能稳定多久不知道了 那我跟你说 其实这器官都是好的 那你又要不要签个器官捐赠 他老婆心里想说 我老公明明没有什么大毛病 现在情况也稳定下来 你现在就叫我们 要我们签那个ICU 器官捐赠 这也太荒谬了 而且我觉得非常夸张的是 上海居然成立了 儿童大器官的移植中心 你也想这东西真的是非常不寻常 怎么样不寻常呢 这是复旦大学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复射儿科医院 5月21号举办了一个研究 我们大器官移植中心 全中国100多名的儿科医务人员 都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儿科中心他们讲说 我们从2022年8月 到现在今年的5月17号 我们总共施行了 102例的器官移植捐赠 包括89例的肾脏移植 包括9例的肝脏移植 包括4例的心脏移植 你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第一个他们都是年轻 都是那个儿童 儿童如果说真的是 儿童这种情况之下 小孩子真的不幸离开了 这个中国人的传统 应该会觉得说 好像要保留全尸吧 怎么会有这么踊跃的一个 捐了102例做这样的器官相关捐赠 而且另外一个数字更可怕 什么可怕呢 你知道中国人口的 走私人口白皮书2020年 他们说一年在中国 人口走私竟然100万 一天走私两三千万 怎么会有一天走私两三千人 所以每年走私100万的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15岁 都是年轻人 而且人民日报还写了一个 2024年5月24号的 卫健委要营造器官捐赠 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 那更夸张的是 这个代收捐献的器官 它是有 你的器官是有标价的 是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为什么这几年的 尤其从今年开始 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 因为中国竟然从 从今年开始 5月1号开始 正把这个器官捐赠 变成合法 它已经变成合法 你那个标价是什么标价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给我们一个 要个捐的人 这个是医生医院 他要帮你进行这个手术 他给你的价钱 什么价钱呢 如果是成年人话 你的肝脏是26万 儿童的话 肝脏是10万 收费标准 对 然后走 左半肝呢 10万 右半肝15万 为什么右半肝比较贵 然后在肾脏 成人的16万 反正简单来讲 这些所有钱是给医生的 我这个捐赠者 我是不能收钱的 所以这也是大家会疑惑 就是说 其实 其实亚洲应该就是说 所有的那一种 一般来讲 除了欧美人士 比较乐于这种器官捐赠之外 亚洲人很惨在说 为什么 偏偏在中国 这种案例越来越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